律师竟然提出和女骗子一起做事 不管是报酬还是诈骗 律师都可以接受 甚至愿意按女骗子的方式进行 女骗子刚刚被他摆了一道 不相信他的鬼话 在营救黑客弟弟时 他竟然骗陆云说报了警 让陆云不得不放弃以报之报的想法 这件事韩律师不否认 确实是他办的 但这不妨碍他跟陆云联手 因为他知道陆云需要他 既然陆云选择走这条路 那就不会一帆风顺 万一失手被抓 他会做陆云唯一的辩护人 尽量不让陆云受到伤害 鉴于韩律师有骗自己的前科 陆云要求黑客好友出马 将韩律师祖宗十八代都查一遍 期间陆云参加了一个葬礼 死的不是别人 是陆云之前想杀掉的申律师 离开葬礼师 秘书交给陆云一份文件 文件是申律师用来还债的 里面有陆云想要的东西 韩律师停要已经有一段时间 虽然这段时间过得一团乱 但也让他找回了原来的自己 作为法律工作者 他的职责是防止犯罪 但现在他想站在委托人这边 只要是为了伸张正义 他不介意走上诈骗之路 为了让韩律师看出现实 陆云决定再次出手 让其了解律师和诈骗犯之间的差异 首先喊来伙伴罗斯 这个罗斯跟陆云一样 都接受过赤母集团的资助 其实不止罗斯 黑客姐弟也接受过资助 他们被称为赤母孩子 一号是记忆力超强的陆云 二号是电脑高手黑客朋友 三号就是这个罗斯 四号是黑客的弟弟 罗斯在陆云入狱期间 成了个烂毒鬼 欠了不少勾力带 他有个汽车维修厂 别小瞧这个地方 地底下可是别有冬天 陆云想经用他的地下室来偏一笔钱 顺便让韩律师感受一下 某企业社长成为冤大头 这个社长赌博 性骚扰 还殴打员工 履历相当精彩 虽然多次进出警局 但都已罚款脱身 陆云决定利用赌博这点 骗光社长手中的钱 首先在地下室设一个赌场 安装能拍到排面的镜头 再者就是赌本 陆云打算利用被害男孩的保险金 只要保险金被动 韩律师就会成为共犯 共犯不共犯的韩律师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陆云 被害男孩的养父母还在监狱 深信陆云会把亲儿子送出国留学 如果养父母知道真相 一定会把陆云告上法庭 陆云现在处于观察阶段 被告上法庭 说不定会再次进入监狱 这点陆云怎么可能没想到 养父母每天面对庭审 根本顾不上这边 而且保险公司会在确定量刑后 才提起诉讼 有的是时间运用这笔钱 不管陆云怎么说 韩律师都不同意 承诺行动当天会亲自带钱过去 既然如此 陆云也不再纠结 接下来就是引诱社长 陆云摇身一变 成为某食品公司的千金小姐 打着合作的名义找上社长 好友负责调查社长的喜好 实时同步给陆云 社长喜欢的女人类型一致 年轻 活泼 爱笑 得知这点后 陆云开始行动 那产笑的模样 任谁看了都会走神 陆云还在不经意将吐露 自己手上有地下赌场的资源 搞得社长心仰难耐 经过多次拜访 社长已经完全信任陆云 甚至开始主动打听赌场 韩律师在干嘛呢 练习排技 为了不让他露线 弟弟找来两个帮手 陪韩律师玩牌 不料韩律师是个高手 结论下来 三人都被韩律师打败 或许这就是新人的运气吧 这时 耀汉突然找上韩律师 要和韩律师喝酒贪心 看耀汉情绪不怎么好 韩律师便舍命陪君子 耀汉想知道他为什么当律师 这没啥可以瞒的 韩律师读高中时 爸爸的公司倒闭 债主找上门 母亲也因此离开 就在他绝望之际 一位善良的律师突然出手相邦 受对方影响 他进入法律界 想用他的绵薄之力 去帮助像他一样的人 陆云就是集中之意 此时 陆云已经从社长公司离开 拖着疲惫的身体 走在回家路上 韩律师突然出现 请他吃了碗方便面 看着眼前的陆云 韩律师想起弟弟的话 他们四人受赤木集团资助 本以为遇上了好人 结果是他们想太多 赤木学院表面上 看起来是所学校 实际上则是打着资助的口号 寻找像陆云这种天才小孩 把他们全部聚在一起 培养成精英罪犯 他们必须要绝对服从命令 为了不受罚 他们拼尽全力去学习各种犯罪说法 一旦没有达到要求 或者失去利用价值 他们就会被无情的抛弃 甚至还会被虐待 这些经历让他们身心受到重创 有人为此染上恶习 有人彻夜失眠 有人一直生活在噩梦当中 韩律师决定帮陆云走出噩梦 陆云父母避害案的罪犯 突然联系韩律师 向韩律师提出合作 愿意把真相告诉韩律师 这是怎么回事呢 之前韩律师提出合作 罪犯还嚣张不已 没几天功夫就换了副罪脸 原来申律师承诺过他 会给他花不完的领之金 帮他还清高利贷 前提条件是 他要帮申律师等人背黑锅 黑锅他背了 可那般人却说话不算话 停止给他交领之金 不管他的死活 其实他跟申律师都是小人物 真正掌控一切的是沉默的会长 陆云父母的死 也是会长下的命令 当晚会长还亲自打来电话 让陆云好好看清楚 这就是陆云选择的结果 陆云眼睁睁的看着父母被杀 罪犯还记得 案发当晚 现场除了他和申律师以外 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罪犯也是第一次见 反正不管怎么说 他不是罪魁祸首 只是拿钱办事而已 谁会闲钱多呢 即便为了赚钱 也不能残害人命 因此韩律师拒绝与他合作 像他这种人渣 就该在监狱中度过一生 回去路上 韩律师向记者朋友打听车磨会长 据记者所知 车磨是个财团 没有会长 只有李氏 领头李氏姓安 因独职贪污被曝光而自杀 有传门说是其老婆杀的 在安李氏死后没多久 老婆便接手了赤木 陆云看着应有安老婆的杂质方面 脸色突变 不久后 诈骗行动正式开始 社长得知赌场位置后 再前来到切修厂地下室 这里已经被罗斯包装成赌场 社长没有丝毫怀疑 立刻开始下注 刚开始赢得盆满不满 但没几天就开始输钱 一周内输掉五千万 陆云觉得不够 这些钱对社长来说就是酒牛一毛 况且陆云很清楚赌徒的心理 输了总是想着翻盘 先亮社长几天 然后他们再上手 把社长骗得连裤衩都不剩 一切准备就绪后 陆云 韩律师 开始和社长上桌 用事先准备好的摄像机 观察社长的底牌 罗斯负责看牌 然后告诉陆云和韩律师 赌局刚开始 机球场的大门就被敲响 好像是警察来了 罗斯急忙通风报信 然后躲了起来 韩律师收到消息 立刻喊出陆云 为了安全起见 陆云让韩律师上去看看 刚上去门外就传来警察的声音 他们是接到非法赌博举报过来的 希望里面的人配合 韩律师联系陆云 让陆云带着地下室的人从后门离开 陆云果断答应 他已经独自出来 将后门关闭 断了逃生之路 韩律师就自求多福吧 事已至此 韩律师只能独自应对 让罗斯将店里切断 嘱咐罗斯行驶监莫权 从现在起 他就是罗斯的律师 负责应对闯入的警察 令韩律师没想到的是 带头的人竟然是要汉 原来要汉也是罗斯的观察员 要汉非常奇怪 怎么总有韩律师的身影 韩律师没有理会 警察在修车厂搜查一番 没找到任何可疑地方 就在警察即将发现地下室时 韩律师立刻开口 将另外一个地下赌场地址告诉警察 确定事情真相后 警察这才放过两人 陆云离开赌场 直奔好友输点 这场局是陆云的手笔 陆云的目标其实不是社长 而是社长太太 她提前给太太看了社长的出轨照片 没想到太太早就有习以为常 社长呼嗨的女孩不计其数 太太一直帮其善后 况且太太明白其中厉害 他们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搞垮社长 不过是给自己脸上抹黑 陆云知道太太看社长不顺眼 这次不用太太出手 陆云可以以赌博和贪污的罪名 将社长送进监狱 太太何乐而不为难 可惜道高一尺 谋高一丈 陆云以为自己做的滴水不漏 其实韩律师早就把他留在赌场的人撤走 换成自己的人 在赌场把社长的钱全部引走 从监控中看到这幅画面后 陆云彻底傻眼 这才明白自己又被摆了一刀 隔天一早 韩律师来找陆云 想知道陆云给他设局的目的 是想除掉他 还是测试他 其实都不是 陆云的想法很单纯 不想他参与诈骗 正说着 警察突然出现 也叫做杀人罪 紧急逮捕陆云 昨晚罪犯在监狱中自杀 嫌疑人招供 说是受了陆云的指示 陆云没有任何辩解 被警方带走 韩律师立刻找好友打探消息 毕竟好友跟陆云一样 都是从赤母集团出来的 罪犯曾告诉过韩律师 他跟赤母有交易 但却没拿到应得的钱 其实抓住罪犯的不是别人 是好友这帮人 不过领知金是罪犯自己的想法 赤母集团根本没有答应 现在断了领知金 罪犯被逼入绝境 猜测应该是被赤母集团除掉 除了这些以外 好友还知道一些信息 赤母集团有个红司机 因炒股输掉全部财产 后有因诈骗入狱 赤母集团赚挑这种人生 跌入谷底的人为他们卖命 因为这种人容易攻陷 也更容易用金钱收买 在狱中被杀的罪犯 就是有红司机的手笔 安理师虽然被认为是自杀 但陆云告诉过好友 安理师是知道了会长的身份 才被杀害 其实好友知道 陆云父母被害的缘由 陆云在赤母集团 过了十年非人伴的生活后 被父母找到 陆云家境贫困 本因为把他送进赤母集团 能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 可看着变得冷漠的陆云 父母心疼了 想带陆云回家 陆云最终答应父母 因为陆云选择了家人 会长便以陆云为对手 开始了游戏 另一边 陆云在警局一言不发 警察脑洞大开 罪犯不想再被黑过 陆云知道后 教措红司机杀害罪犯 对于警方天马行宫的想象力 陆云实在不敢恭维 要求请律师 不用说 委托当然被韩律师接下 韩律师来到警局与陆云见面 陆云交给他一张纸条 让他转交给弟弟 多余的陆云没有说 韩律师也没有问 因为他坚信人不是陆云杀的 弟弟收到这条 只见上面写着 月记环境开发 限量版左轮手枪 放在高尔夫袋中 看来陆云在寻找某种东西 月记环境开发是社长的公司 社长太太最近拿下警局的 销毁处理证据合约 看来陆云描上社长 并不是为了骗钱 而是想利用社长太太 陆云需要的东西快要被销毁了 他必须尽快行动 弟弟收到陆云的指示后 伪装成月记环境公司的员工 提前准备好假证据带 从警局换回真正的证据 那把左轮手枪 得知陆云在找手枪后 罗斯慌得一批 因为当年打死陆云父母的左轮手枪 就是罗斯组装的 而且上面还有罗斯的专属印象 不止罗斯 好友也出卖过陆云 陆云父母的位置 是好友通过黑客技术找到的 弟弟虽然没参与犯罪 但当时一直想要逃跑 被集团的人惩罚的奄奄一息 如果不是陆云出手相救 恐怕弟弟活不到今天 所以弟弟对陆云非常忠诚 不管陆云让弟弟做什么 弟弟都会招办不误 直到还清欠陆云的债 与此同时 陆云与杀害罪犯的洪斯基见面 洪斯基在纸上画了一个符号 当着警察的面说出真相 杀害罪犯和陆云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做只会见陆云一面 听某人传句话 现在话传道 他没什么可说的了 虽然洪斯基承认杀人 但警方始终带着偏见 认为两人在说某种暗号 不相信陆云是清白的 已经派人去搜陆云的住所了 面对警方的追问 陆云始终一言不发 另一边 弟弟本想把手枪放在陆云住所 可警察却把住所翻了个底朝天 幸好韩律师提前拿走陆云的包 里面都是陆云的家当 如果被警方拿到就糟了 得知包被韩律师拿走 弟弟找上韩律师 但凭律师没看纸条 把纸条交给他这点 他就知道韩律师靠得住 于是把手枪交给韩律师 让韩律师放进陆云的包里 韩律师无意中发现那些 威胁陆云的照片 想起了好友的话 这才明白陆云父母的死 是会长一手造成的 由于没有证据 加上红四季警认罪 警方这边没理由继续拘捕陆云 只能放弃离开 陆云没地可去 再次来到韩律师家 此刻韩律师已经理解陆云的做法 从现在起的三个月内 他不再是律师 而是全身心帮助陆云的人 想要除掉迟云集团 就得打击新上任的安老婆 陆云需要帮手 答应韩律师的提议 用诈骗手段去复仇 有件事陆云没告诉韩律师 他们14岁时 把一家食品工厂搞破产 韩律师的爸爸就是厂长 公司破产后 韩爸被人追打 最后落得气力子散 这些都是迟云集团在背后支持 陆云会答应韩律师 应该是想为韩律师复仇 有意的欺诈第五六集 到底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